看出爱的小孩 基于对演员的了解 张艺谋总能挖掘出巩俐表演的华彩段落 张艺谋最懂得如何与巩俐合作 这已经成了不争事实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这对黄金搭档还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让天生不知道有个梦 让万事不知道有个梦 想如何 本心已过 躺上爱的神魔 让人生不是我 梦图的爱不要 一部红高粱隆重地推出了张艺谋 一部红高粱同样推出了巩俐 在此后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 巩俐和张艺谋这两个名字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部接一部的经典作品 呈现在热爱他们的观众面前 老梁 完成呗 开始 往后 别再喊我掌柜的 我也是穷人家的 在那烧酒锅上没大小 我在家排行老酒 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 1987年导演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 巩俐出演女主角 正是这部电影让中国电影首次走上了国际电影的名胜牌 这个奖对于我和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意味着 我们有可能拍更好的中国电影 随后 张艺谋与巩俐合作拍摄了电影《秋举打官司》 巩俐高超的演技再次获得观众的认可 当时选了这个题材之后 全体仍然都坚决反对 说巩俐也会有这些 当然我自己对他比较了解 我相信他的这个塑造能力 所以我就坚持让他演 我把《秋举》改成大肚子 你知道原先的小说不是大肚子 我为什么改成大肚子 是觉得我发挥巩俐的那个模仿能力 他一个学大肚子学得像 一个是他学陕西话学得像 这些材料谁写的 那